之前你可能至少要知道几件事 第一个 它的算数运算值 刚刚有提到加减乘除 然后呢 再来这个person刚有提过 就是求余数 这个可能要稍微记一下 那如果在VBA里面 它不是叫person 它叫MOD MOD MOD OK 你身后里面有个函数叫MOD 其实也是求余数 然后另外就是除除 除除就是求整数部分 也就是比如32除以5的话 你如果除 那它就会可能有小数点 但是如果你要求整数的话 它就会留下6 6点多 它等于把它小一点去掉 不过其实 这个除除好像用到的比较少 为什么因为相对的 你除完之后 你外面挂个INT就好了 就是再把它转成整数 不就也是一样的结果 所以这个东西导用的比较少 另外的话底下 刚刚那个7乘乘 可能讲叙述有点太快了 乘乘的话就是几次方 后面的话乘乘 2的话就2次方 如果3的话就3次方 4的话就4次方 OK 一直可以推 因为在其他语言里面 我印象中好像没有这样用法 其他语言 大部分像Java里面 就是一定用MAS点POW 然后你要给哪一个数字的几次方 这边的话稍微是比较特殊一点点 就是记得是层层 后面的话就是几次方的意思 那再来的话 其他就关系运算值 就比较两个人要相等 记得等于等于 在VBA里面就一个等于而已 可是在Python里面要两个等于 在Java或JavaScript也是两个等于 OK 所以常常同学 之前有习惯写那个VBA 写完这就漏掉 写等于 M1的应该是两个等于 OK 要两个等于 不等于的话 就一个经浪 不等于 这边就要不等于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这个是等于 可是VBA是一个等于 那这个比较运算值 这个是 如果我今天不等于的话 是经浪号 加一个等于叫不等于 可是在VBA里面的规则不一样 VBA里面不等于是什么呢 小于 大于 OK 这个是在VBA里面的驱逐方法 所以如果你现在写 写的是VBA的话 那你就改一下就好了 反正知道规则 其他的话像 大于 小于 大于等于 小于等于 这个都一样的 只是之前有同学会问 那种很有趣的问题 我没想过的问题 有没有 大于等于 他说 可不可以等于 等于大于 就是把等于写在前面 他问这个问题 我又没办法回答 因为我没有想过 这样这种规则就把它 记下来就对了 因为这个规则不是我定出来的 这个是他语言本身的 固定的规则 所以是不可改变的 所以这个当然 你固定的 你就要把它记下来 那其他的话 像那个逻辑运算 只包含就是 and跟 nots我用的比较少 因为nots 变成你要转个弯 然后再比较 我觉得常常会 反而判断错误 所以nots我相当少用 当然你要用的话也可以 本来是true外面包一个 瓜吴 那里就变false 如果false 瓜吴就变true了 就颠倒一下而已 可是我是觉得 对我的脑 对我的那种 思考逻辑 我觉得很 不太习惯 所以通常我不会这样用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懂了这个规则之后的话 我们要来写一个 判断年龄的程式 那我先demo一下 各位看一下 那你们可以想想 看要怎么写 首先第一个 一样是 在src上 new一个新的module 那module名称的话 也许 我这个取名 这样能判断好了 这个地方其实是 可以 dem的话 可以打中文 没关系 如果你打中文 打英文 都没关系 然后finish 接下来 如果我今天希望 写一个程式 这个程式很简单 但是逻辑 变成说 我这个逻辑 有几个 第一个 必须要让使用者 可以input一些东西 所以你要学会什么 如何用input 去输入资料 ok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 规则是 我必须要有四种逻辑 第一个 18岁以下 比如说打17岁 他要输出未成年 第二个规则是说 我如果今天 假设是20岁 应该是18岁以上 到 那个 所谓的35岁 但就是青年 ok 那如果35岁到65岁的话 我应该是36岁好了 好像是壮年 35到65 ok 是壮年 等于现在 到65岁还是壮年 也就是现在退休年龄 不断的向后 因为可能现在 大家也健康了 没什么事 学点东西也不错 反而比较不容易老化 所以之前蛮多 来学拍资料 很多都年纪蛮大的 活到老 学到老 ok 而且可以预防 老年痴呆 这应该还蛮有效的 因为你脑子有动的话 其实相对的比较不容易摔了 另外的话 第四种逻辑就是 如果你是65岁 66岁 那就老年 细是像这样子 所以会有四个逻辑 也就是多重判断 那在Python里面 要怎么样撰写这一段程式 基本上大概你